萌音货 哎 门离响了 嗨 各位麦姿的朋友 我是蔡明睿 今天在这一集一面 邀请到我的超级好朋友 我的老同学 来节目中跟我们聊天 让我们看看今天是谁呢 嗨 赡明 欢迎光临 今天梯王子 好久不见 这一集我们的特别来宾要请到我的超级好朋友 林仁彬老师 嗨 仁彬 耶 哈喽 敏锐 好久不见啦 跟大家聊一下 Music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林仁彬 我们是认识二三十年的朋友 这真的是把秘密说出来 很想要讲很久 但是又觉得说讲个两三年好像比较好 但是这样不够成好朋友 所以要说有几年 超过二十年 无意间透露我们两个大叔 是 记得之前还去法国找过你 你也刚到法国 我刚到德国 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 你在德国念书 然后你放了假就来法国观光 这么多年来 现在你回来台湾 除了自己的演奏事业 自己教学事业 然后现在又成立了 Bone艺术 Bone艺术 Bone Art 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Bone Art里面 这个Bone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张石在想名字的时候 其实设定它是一个 以各方面的音乐知识为主的一个资讯型的网站 那么在想网站的时候 苦思不得其名 后来在晚上睡觉前 突然间灵感一闪 我们在法国白天的时候说 Bonjour 下午 Bon après-midi 就是下午好 然后晚上呢 Bonsoir 然后睡觉前 Bon nuit 所以整天从早到晚都在Bone 然后而且在我们中文里面 Bone这个字有那种很活泼的感觉 这种Bone巴的感觉 而且其实Bone Art 就是Good Art的意思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哇 这名字太好了 在心里面Bone出来了之后呢 就取了这个名字 作为网站的这个名称 那么一路这样子 三四年以来 蹦御术里面呢 我更新的文章其实也非常的多 你非常用心 对 我自己期许啦 因为我觉得人生啊 学无止境 透过整理的方式 让自己读书 读得更有效率 所以我常常说 蹦御术就像我的读书计划一样 OK 一篇一篇的把一个主轴给架构出来 然后自己也读 也分享给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们 从这个网站为一个中心出发点 你还走出去很多的 比如说音乐会 还有地方的艺文中心 你都有做一个演讲的串联 对 其实很多人当然就是 搜寻古典音乐知识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 他想要搜寻 柴可福斯基1812序曲 那他很可能就会 搜寻到奉运树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 我用说故事的方式 把他的背景架构建立起来 甚至当时打的这个波罗金诺大战 借由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资讯整理起来 然后再把柴可福斯基的乐曲架构 如何跟当时的这个大战历史 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来读奉运树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很像是一个 我思虑整理过后的一个成果 很多人其实都需要这样子的资讯 因为音乐的享受 我觉得点滴在个人 但是这个知识背景的累积 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个好的引导者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变成说很多不同的单位 来邀约我安排各式各样的演讲合作 像是去年虽然说疫情期间 大家都很辛苦 可是我整年下来 我讲的讲座有235场 哇 一整年 这个很厉害耶 各位等于是两天 常常一天在讲两场 等于是音乐圈的名嘴 就是无形中啦 我觉得我刚刚说读书计划 所以无形中你会发现说 大家对于这种知识型的讲座 是非常喜爱的 所以我反而找到了一条 我觉得又能够让自己很满足读书 然后又能够跟别人分享的一条 全新的一个道路 很棒 你等于帮我们打开了这个门之外 你还帮我们把中间的路径缩短很多 让我们进到你的网站的时候 我们立即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乐曲相关的 所有重要的一个知识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演奏乐器的人的本身 需要很大量的背景知识 来补充我们乐曲去诠释的内涵 对 那我觉得跟以前的不同 就是各位看我手中拿着长笛吗 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吹长笛 可是我们学音乐的人有一个特质 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在一个东西上面深入去考究 然后包括背景 包括你在另一首曲子的时候 它的曲式怎么走 和声怎么写 当我开始做风雨树网站的时候 就强迫自己要不断的把这个领域打开 所以虽然我的本质是吹长笛 可是你看交响乐我几乎什么都听什么都写 然后钢琴的作品我也超爱的 室内作品也超爱的 都跨航来我们这里 没有没有 我看到你还有很广泛的兴趣 譬如说拍照啊 自己也带管乐团 是来来国中的管乐团跟管弦乐团 你斜杠的很厉害 其实这一切我觉得都跟音乐相关联 先讲摄影好了 2012年我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叫做Bond 我叫做James 他叫做Bond 那跟我们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时候 他从法国带回来 对对对从法国带回来 2012年的时候小狗过世了 那我突然间觉得说 天啊我的相机里面 怎么没有多少张他的照片 那时候很感伤就觉得说 好像应该要买一台好一点的相机 把生活周遭一些美好的人事物 好朋友喜欢的人多拍一些照片 后来慢慢的我就开始去拍风景 然后再拍各种不同的主题 节拍人文 所以很多经纪公司知道 我在拍照之后就变成说 问我你有没有兴趣来拍彩排 那我就会好啊好啊彩排很好 所以就开始拍人物 特别是音乐家人物这个主题 那尤其我们自己本身又演奏乐器 所以会更加能够快速的掌握到说 音乐家们喜欢什么角度 包括了他连下一个音要弹什么 我们都知道嘛 预测得到 所以因为这些音乐的知识背景 让我在玩这个音乐摄影的时候就变成更能够抓到精髓 所以后来就帮了很多个国际知名的演奏家也好 乐团也好拍摄很多的照片 因为有的时候去欣赏一个大师的演奏的时候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的神韵 其实那一刹那间 那个都是音乐 对 举例来讲白剑语大师 他在彩排的时候开始停下来 手一去翻谱的时候就像你讲的 那光他翻谱我都觉得有音乐 所以我就把这个中间记录下来 那指挥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也是音源忌讳 指挥这个行业或这个领域 其实说实在话 POSE很简单 那是学得会的 最终他其实指挥就变成是一个领导统域 对 领导统域说得真好 以及如何你把心中对于乐曲的诠释 清楚的让你的对象知道 大概2004年 那蓝牙国中他的管乐团指挥就离开学校了 学校老师就邀请我进来带他们的管乐团跟管弦乐团 所以无形中我在蓝牙国中管弦乐团 也待了18年了 像现在大概每个年级的十分之一的学生都在乐团 我以蓝牙来指引 对 所以你看它是个非科班的学校 但是在学校的这个大力扶持之下 管弦乐团变成是一个重要的社团 那孩子们进来之后 他们父母亲并不期许说他一定要当演奏家 他反而让孩子很快乐的在国中这三年 有一个接触音乐 而且实际上去参加管弦乐团 参与过比赛的这种学习经历 很多学生他进入大学可能就又继续玩音乐啦 或走上医学或走上各种不同的道路 但是他们都记得说曾经人生 岁月里面有一段这种跟音乐一起为伍的日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着他 这么在我面前金光闪闪的这个笛子 实在是 我很想你等下人走就好 这把留下了吧 你看我这边这么喜欢金色 多一个背景这样 哇 这把金笛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长笛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白铜的 镀银的 再到慢慢的 譬如说吹头纯银啦 管身纯银啦 按键纯银 然后到我手中的这一把 我的吹头是18K斤 管身是14K斤 那么以如果说整把14K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的价格都是在台币一百多万 那18K当然价格更高 留下来 留下来 不准啦 走 好 我几乎在巴尼的朋友 有一半以上都是主修长笛 都在吹长笛 对不对 对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学 长笛主修的人要去巴黎或法国 虽然说其实古典音乐 这一脉以来你看 德奥系统的音乐家 其实一直是古典音乐史里面发展的主轴 但是以长笛这项乐器来讲呢 虽然它最初的发明者叫做贝姆 是德国人 法国自从这个贝姆 把木铜长笛变成金属以来 它做了很多的改良 那这个乐器在法国得到了高度的认可 从那时候开始就有所谓的 法国的长笛学派 French Flute School 那法国长笛学派呢 讲究的就是音色 要跟人的声音一样的自然 然后你的分句 articulation 也是一样非常的人性化 所以当时我在思考说我要到哪里去留学的时候 我把喜欢的长笛家的名字一个一个写下来 我发现Philippe Bernard的Emmanuel Baruch 然后Bernod Fomager 一路这样写下来全部都是法国人 那我就发现我好像应该去法国学习 法国的整个教育系统培育出来的长笛演奏者 确实你会发现他们出现在各个国际大赛里面的比例很高 那当然也就代表着各大乐团的首席 也经常是留法的人 所以的确法国的长笛演奏在国际之间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存在 你在法国几年啊 在法国三年 三年 你回来了吗 还是很什么东西是很怀念的 一定有的 说一下 我觉得学生时代跟现在注重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 我个人觉得最可惜的是学生时代满脑袋 就是说音乐要怎么样演奏才会更好 所以那时候虽然说有去一些博物馆 还有经常走在塞纳河旁边 那超美的 是的 但是你知道看到塞纳河你知道是塞纳河 可是你不会有那一种就是很想停留在那一边 因为你等一下要去抢琴房 你怎么有时间欣赏塞纳河 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些求学的情景其实都历历在目 毕业回来的这么多年里面 有陆陆续续回去法国很多趟就不是学生身份了 这时候你重新去品味那边的红酒 起司 香水 博物馆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真的有它很多迷人的地方 多勒利花园的草地你只是可能坐在那边吃个面包 钱包收好就好 对对对 你很内行 今天我要跟Ray一起演奏的曲子 也是法国作曲家的作品 Jacques Ibert 那他拿到罗马大奖之后到意大利深造 这当然就是法国政府的奖学金 他在之后回到法国之后成为了一个当代著名的作曲家 在长笛啦 Saxphone 还有许多的交响作品里面 都留下了很多好听的作品 那我选择的是他为原本长笛跟竖琴所写的一首曲目 叫做On Tarte 尖奏曲 所以今天Ray你要把钢琴弹得像竖琴一样的迷蒙 来跟长笛互相辉映 真的啊 法式的迷蒙 我试一下 就是一定要 我相信你可以百分百胜任的 起因很多的感觉 跟长笛说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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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推荐的是这本书 《刻意练习》 它在网路上非常的有名 是由两个作者 安德斯·艾瑞克森 还有罗伯特·普尔所合著 在几年前大家听过非常有名的 就是一万个小时的练习论 这个理论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刻意练习》的这本书里面 它提到了 想要成为专家刻意练习的黄金法则 其实是比一万个小时 还要再更加细腻的 如何找出练习里面 最重要的黄金点 还有并不是只有追求人生中的快乐 有的时候勉强反而会让我们更进步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 有着许多细微的分析 那我读过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有用 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今天再次很感谢仁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然后别忘了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是的 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赞 谢谢仁冰老师 谢谢瑞 谢谢 谢谢 谢谢